不过俗话说的好 一物降一物 如果你独立有想法 潇洒聪明有个性 那么射手男自愿会缴械投降 被你征服哦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射手座的男生 最怕碰到哪种女生呢 射手座是木星守护 尤其是射手座的男生 活像阳性的特质 特别的外显 他们积极乐观 自由奔放 年轻的时候 他们多半是阳光大男孩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们可能会摇身一变 变成内敛深沉的男人 我举几个例子 大家就很有感觉了 像是李小龙 布莱德比特 反听龙史 是不是都很吸引人呢 射手座的男生 总是被看成 无牵无挂的浪子 女生们对他们 真的是又爱又怕 不过这点都不妨碍 射手座男生的行情 他们带电不放电的气质 还是会惹来一大批女生的爱慕 说他们浪 也是因为爱他们的人太多了 这种行情不是人人都有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骄傲的射手男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射手男喜欢热情单纯的女生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他们本身不喜欢复杂的关系 这里问题来了 什么叫复杂啊 射手男觉得说不清楚 猜来猜去的都叫做复杂 他们喜欢直来直往 喜欢直接说 不喜欢就不给机会 暧昧的时候也会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就是暧昧哦 千万不要想太多了 所以在他们眼里 个性太黏啊 优柔寡断啊 心事重重 心机太重 这样的女生 他们会直接放入黑名单 他们觉得感情很重要的就是 感受和享受当下的感觉 像什么藏啊躲啊猜啊这种游戏 他们不仅没兴趣 而且非常的反感哦 谈个恋爱需要那么累吗 简单说 只能你来揣测她的心情 你可是不能让她猜的 还有一种女生 射手男会直接忽略 就是喜欢抱怨 思维太负面的女生 像是刀子嘴 豆腐心这一类的女生 有的星座觉得 这样的女生很可爱啊 可以跟她斗智斗勇 而且这种保护色很重的女生 让他们放心 自己的女人不会被抢走 但是射手男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种女生了 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 非要反着来说 都来刺激别人呢 这种人他们非常的不能理解 甚至有一点排斥哦 他们觉得喜欢抱怨的人 太枯燥乏味了 这些女生不仅看不到 生活里面的新奇有趣 而且控制欲还特别的强 自己不开心 也要让周围的人 跟他们一样不开心 最好是全世界都跟着她不开心 好像这样她就开心了 哇射手男看到这样的女生 见一个多一个 他们希望这辈子都不要 跟这样的女生有交集 粗心大意 不懂生活的女生 也是射手男拒绝往来的名单 先不说个性那些 射手男觉得 这种不修蝙蝠 不细腻的女生 一定不美啊 比如说她们可能 外表上看起来漂漂亮亮 但是她们一定会断定 这样的女生 是不是脚指甲 有点丑丑的呢 还是腿毛太多 不修蝙蝠 不爱洗头 或者还有蛀牙 想一想这些 她们全身都冷掉了 哪还有什么浓情蜜意呢 喜欢射手座的女生 你们自己先检查一下自己 有没有符合射手男的具体标准呢 不过俗话说得好 一物想一物 如果你独立有想法 潇洒聪明有个性 那么射手男自愿会缴械投降 被你征服哦 射手男最怕的就是 比她有趣 比她们活跃 比她们爱自由 还比她们温柔的女生 这种女生一出现 射手男就会被钉死在那里 这辈子都不想离开了 其实啊 好的关系 除了两个人的价值观 要互相配合之外 更重要的是 两个人需要一起努力 透过时间来建立互信的关系 透过沟通默契 深入地去建立 两个人的情感连接 最好是用本能相爱 用心互相关心 用时间创造信任 祝福你可以好好的爱一个人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